30下 想問175 他就說175短炒的話 有沒有5%左右水位呢? 他現在就沒有貨的 就打算炒短線 炒短線是對的 吉利其實某程度上是短線 我覺得會比較合理 因為某程度上 你去賣車的情況 他又不算特別飆青 但是真的相差 他給了一些 可能叫做極黑相關的消息 因為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經常說吉利的賣點就是 極黑電動車這些 大家的看法看得很正面 還有之後應該有機會 你可以說成為吉利的賣點 反而你說短炒我覺得是合理的 不過可能等他有消息出來的時間 甚至乎跟炒 當大家見到很多車股 或者有相關消息的時間 跟著轉走順風車 5%其實對於他來說 合理的 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 潛在的直播率 所以那些真的想說 撐的 可以 不過你現在 你今天的時間 撐不撐呢 我覺得可以先等一下 因為這些位置 你問我的話 我又不覺得很划算買 所以可以的話先等等 待會兒可能會這樣子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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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